- 恐怖多一點 我經常覺得一年五晚 每晚的話題都是千篇一律的話 我覺得應該要長遠一點 看多一點 擴闊多一點 譬如今晚這個話題我們都很少接觸 但是我覺得可以讓大家聽多一些 一些跟新世代有關的事件 究竟是什麼呢 這些家族排列名稱 我找來靈異學會的Jacqueline聊天 Hello Jacqueline Hello阿文 是呀 職師傅 Hello Jacqueline 你好 我現在身邊的人越來越多 都是VV混合幻 不知道會不會容易吸收到這些磁場 會的 聚在一起 對了 他們很多都是 可以說說各樣新世代的事情 那講一句又講回家族排列 因为我们今天谈谈祖先的一种血脈, 神中追远 你可不可以简单跟你讲一下你认知的所有家族排列是什么呢? 最简单的, 其实我个人觉得会是一些催眠的心理学, 和一些哲学性的东西 其实大家可能会听过, 有些之前很伟大的心理学家 譬如一些海阁, 和那些古时的心理学家 其实他们会有一套理论, 可以这么说 其实这套理论就是被一些所谓的心灵自然师套用在心理学上 但是当全世界人都觉得, 这个家族排列就是用一些陌生人 譬如说你无论遇到一些金钱上, 爱情上, 或者人际关系, 甚至公司策略上 有些什么疑难呢? 其实都可以解决得到 是吗?你有没有试过? 有,有试过的, 当然是按住自己本身, 也要有一个想象力, 要够强才行 因为做的时候, 你会经过冥想, 和一些陌生人一起 就是会护照一些陌生不识理的人最好, 一起去冥想, 放松自己 然后, 案主就会想象自己身边的亲戚, 甚至是祖先 看看那件什么事去到多远 譬如说, 父母, 兄弟姐妹, 曾祖父, 或者是曾祖父 都试过的, 其实, 然后, 陌生人就会逐个出来 就会扮演他所观赏的那个祖先, 或者是亲人 其实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就是, 因为是陌生人, 所以变成了 其实他们会有一些情绪上的牵动 很奇怪地又符合他们当时的祖先, 或者是亲戚的关系 是的, 我刚才就是所说的 那些是陌生人, 和你的祖先完全不认识 没有任何的瓜葛, 但是他所表现出来 所说的东西, 或者是态度 你会觉得, 咦, 为什么他这么像我阿嬷呢? 因为, 刚才说, 你们参与这件事之前 是要冥想, 要冥想他们的祖先 那这个, 今次来进行这个实验的 这位人兄, 他这样冥想 他在模型中有可能感召到他的十八代祖先 会不会可以这样理解呢? 一来, 在西方的学说, 其实是一些 因为当做冥想, 或者做观想的时候 那个主持人的导师, 就会引导他 你现在想着你爸爸, 你爸爸是怎样的 会一直像催眠那样, 任务的 清醒的, 不是真的催眠的 是清醒的 催眠也是清醒的 没错, 催眠也是清醒的 所以, 我个人觉得那些是催眠 他会一直告诉你, 你现在想着你爸爸是怎样的 譬如说, 那个人遇到一个案 就是说, 哎, 为什么我做些工作 那些老板都这样对我 总是遇到一些坏老板 那他就来做案 那我试过就是说, 原来追索兽完 不是因为他的运程很差 而是他和他父亲的关系不好 是 因为他为什么会知道呢 因为在心理学上, 遇到这些有机会 他就是将一些自小的压力 各方面, 就引伸到大个人 为什么他是父亲呢 因为老板都是男人 第一 第二, 其实他的心理学上 就会是父亲等同暴力, 等同爱 所以就变了, 其实 小时候原来被爸爸打得不得了 弃牙批判他 这就正正是他的老板 现在对他的状态 是的, 就是对应了 但是很奇怪地 后来一直说 原来发现案主和父亲的关系不一样 那他尝试去改变了他和父亲的关系 因为其实我们西式 就会有一些所谓的program 在我们的细胞里面 是 就是我们出生 就会带着一些祖先的关系 各方面 就来到这个世界的 在西式是这样想的 嗯 所以变成你的细胞记忆里面 已经是有这些关系在 所以就形成了 你大个的时候 不断遇到一些批判你 对你不好的老板 各方面这样 如果父亲关系搞好了 知知现现 他看这件事 可能老板也是那个老板 但是他看这件事的角度 已经不一样 那就似乎 当然当中会加上 有很多疗愈的方法 心理上那方面 这样的时候 他不再觉得老板对他太坏了 是的 嗯 我马上说这套学文 我好像看过 是的 我好像看过 其实很出名的 我看过这套 发展这件事 就是在70年尾 80年代开始再发展 就形成今天的家庭系统提列 但是 今天来说 在美国已经被淘汰了 这个方法 是的 因为 其实虽然他可以找到根源 但是 单在家庭提列 或者是公司组织提列 这些方法 他不可以做任何疗愈 他没有一些疗愈的方法 所以 他负责那些所谓的动师 就要学一些其他疗愈的方法 比如说 催眠 一些灵气治疗 那些 他必须有这些技能 才可以一个秉传的地方 如果不是 那些案子 就会了解那些情绪 然后 他一扎得可周周周 就可大 或少了 明白 是的 这个说得很对 好 我知道 有些人听不明白 我完全同意 因为我第一次接触这件事 什么家庭排列的时候 如果你看回我之前那季的ViuTV节目 我直接在镜头面前 黑面 我想快点 麻烦这个嘉宾 可否不要再出现 我不想再听他说话 我完全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我这些东西是控制不了的 但是 我又觉得这件事 我经过其他人再说给我听的时候 我觉得 很有趣 这个所谓家庭排列的事情 是的 是的 其实大家都想试一下 可以做贪与者 或者可以做案主 都可以感受到当中的力量 只是说话 不是说不行 而是你要懂得去前后 那些情绪的事情 对 因为你拎起了一些潜意识里面 或者深层里面的事情 你不拎起反而没问题 一拎起你不用他去治愈他的说话 就大事了 你挑起了他这件事 你一定要凝聚他如何搞定 是的 收服他 是的 所以千万不要以为 那些人用这些来赶鬼 或者怎样 鬼 没有关系 完全没有关系 完全没有看过 只不过我觉得很有趣 就是说 为什么那个人 会扮演到你那些祖先的 所谓的动作行为 这样呢 是的 这个概念上很有趣 是的 OK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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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完全不明白 完全不明白就对了 不过只要你有兴趣 你慢慢会觉得那件事 是可以理解的 那你今天不明白不要紧要 只不过我告诉你 有些这样的事情 是可以治疗到某些 你长期 不知为什么 一路得住所在的一些问题 他在里面带出来的问题 譬如说 你和你的上司不可能 就是因为你的父亲有问题 其实如果你回去和你的父亲说 假设在这里 我原谅你 我爱你 那一类的说话 很有趣 间接会和你的上司的关系 会更好 是的 我记得那套理论是这样的 也是这样的 也是这样的 因为他投射了 那人似了 正如我们刚才说 跟祖先也是一样 可能是一脈相承 连着上去 如果你和你的祖先 那样东西未 就是那个糾结还在里的说话 一路影响你的成长 或者运气 你会觉得那样东西是搞不定的 没错 好 有兴趣自己找一找 一些资料 好 接下来我们听听这个电话 有梁先生 Hello梁先生 什么 我早几天还没打电话来说 是湖山公园 是的 是的 我传了你的 哦 我看到 是的 还有 我不知道是否有时间 再说三样东西 喂 慢着 我现在看到一些照片 是不是你传来的 有圈子 是的 我传来的 哦 你是新去的 刚刚去的 还是什么 不是 不是 上年了 哦 是 好 我之前有铺过上去的 是的 那我们来看看 这个是日本东京的 湖山公园 我先讲一下表情 就是说 曾经在这里发现了 有百多个人骨的地方 是的 那你圈了什么 你觉得是人头 那些是拍到 我自己 有一些朋友 有一两个朋友是高宁的 他都圈出来 我们都圈出来 但是呢 就有一张照片就是公尺 公尺 是的 有一张照片就是圆形一个木架 就是在那里建了一些鞋骨 咦? 找回那个位置 究竟是哪一个地方 其实就是那里挖个队出来 是的 是的 那我就传给你 没有啊 看不到啊 不知道哪个位置 没有吗? 呃 因为我应该是传了很多照片 我来的 不要紧要了 我们先看着这么多 是的 好啊 我不知道今天够不够时间 说三样东西 好啊 那我一个朋友 有一晚 我们整班朋友上去 那间酒吧的名字 就是V字头的 就是两个字而已 嗯 是的 在六本木里 他那晚就告诉我 就 看到有个女孩很漂亮 跟我们整班朋友说 嗯 但是我们呢 是见不到的 那我们就以为喝醉 嗯 跟着 当我们玩到差不多两点多钟左右 嗯 跟着就见了我们朋友 原来他就告诉我 我其中一个朋友 就说回了酒店 哦 那我和女孩 是 但是回到去呢 他在洗澡的时候呢 呃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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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那他马上就立刻冲出来 那以为是什么事 那 那跟着 出到来是 看到一个 好像一个影子的物体 嗯 嗯 那跟着之后呢 当他开了一盆的时候 是没有了这个女孩 连这个影子都没有了 是 是 是没有开过门的 没有开过门 没有开过门 没有开过门的 如果那个女孩 熄了灯 如果她要走的话 那她要经过那个大门 即是她会开个大门 是 那外面那条走廊 会有光透进来的房子 嗯 但是她是 没有开过门 这是第一 嗯 第二是她从厕所 我走出来那个厅的位置 是看到一个影子 站在那个衣柜的位置 嗯 但是就见 然后是没有开过大门的 当她开过门的时候 这个影子没有了 那个女孩不见了 嗯 嗯 那我想问 当晚她和这个女孩 有没有关系 有没有发生关系 一定有啊 他们肯定是有的 对啊 你上房 是 那就是了 搞了事情了 搞了事情了 是啊 是啊 就是正常去行房园 之后就去洗髮灯 我的朋友是清潔 然后突然关掉了灯 嗯 是 那个女孩不见了 那就是这两件事 就是这两件事 就是日本的话 那就是说她和那个女鬼搞了事情了 是啊 但是当她回到香港的时候 是 她有找一个师傅 因为警交的师傅 她每一晚都睡不到 她每一晚都睡不到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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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闭上眼的时候 是听到有把声 不知道她说些什么的 嗯 是吵到是 好像精神奔苦 嗯 她有看过精神科 嗯 她也都有去 去找些师傅去看 这样的 那师傅是不是就是说她出事呢 嗯 那师傅就说她在日本当地 嗯 就不知怎样犯到她 那我这件事情 不是很清楚 不是很清楚 那还有没有帮她搞了 就是搞了 有的 嗯 但是现在我们是 找她呢 都很少 嗯 就是跟我们联络 这样的 她就 整天都不在香港 嗯 那这些东西都听过有的 都真的可以有的 嗯 有有有有 但是那间酒吧是很出名的 是啊 是啊 两个字而已 跟着一个加一个数字的 这个跟酒吧有很多关系的 没错了 她是个人的事 是啊 当然你说酒吧容易有这些 也都不出奇 对不对 嗯 但是 即是你说 直接带上房子 搞了东西 这样实体来的 对不对 是啊 因为我们 其实当时她说酒的时候 她说 看到个女孩很漂亮 那当时我们 整班朋友说 没有说哪里有女孩 哦原来你在演场的 我们是现场的 我们还在玩的 这个人不是很聪明 没错了 又喝了酒 很老实说 日本 去到日本 街上找个很漂亮的女孩 你看AV就会有 是啊 你说得很对啊 师傅 中了 真的不多 是啊 是啊 还有第二件事 我想说泰国 是的 够不够时间说 都简单 因为你的电话收到很差 是的 是的 泰国有一间 就是 全部都是有吉他 很出名的 用吉他来做主题的 在巴提亚 的酒吧 是的 不是酒吧 是酒店 哦酒店 我知道了 是的 是的 那我们住的房子 就是套房来的 嗯 那一晚我们在 有一间酒吧玩完回来 嗯 那我们就没有喝酒 那一晚就去 然后回到去 那我们 那间铺房 是有了厨房的 嗯 那我们就在那里做东西 嗯 接着之后 我们听到有人按钟声 嗯 是啊 这一件事就是很简短的 OK 这一件事就是了 那第三件事就是王家加纳比 喂喂 不要住 那你按钟你完的了 那按钟呢 那怎么办 按钟就好了 因为我们是 我想说 就是说 我们开了两次门 都是没有人的 我们是立刻开门的 哦 那你再说完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是的 因为我怕不够时间说 OK 那太短了 你都没有完成 那怎么办 最后是什么呢 王家什么呢 第三件事就是在王家加纳比 哪里 呃 哦 船 是的 那我就租了那间房 就是叫做 王家复式套房 嗯 嗯 那我就 因为都有两层的 那间房 嗯 那我就充完粮了 那当时那晚我就下了赌场 嗯 那赢了七万多利金 哇 那我 那我就 那我就 那我就把那些钱 那我就把那些钱 那我就放回那间隔板里面 哦 那当我充完粮 走出来 嗯 那些钱呢 是在我的梳妆桌那里 那里 但是我那间房是只有我一个人 甲盘啊 你放在甲盘里面 我放在甲盘里面的 就已经锁住了 那有没有少到啊 哎 看不到 有没有少到啊 那些钱 我吃完烟了 那些钱又是放回那个 梳妆桌 哦 又是这样 但是排得很整齐的 那里 你在说这么多钱啊 那里 是啊 全部都是美金来的 嗯 排得很整齐 就是这样 就像别人的 啤牌那样掃出来 那你 是很整齐的 那你有没有换房啊 是啊 没得换的 因为我们 预计了 因为我们 日本九日嘛 哦 哦 ok 因为那间房是只得一间的 是 王家缩饰套房 ok 那我就问一些 一些职员 有问过的 也都有跟他说过 哦 因为 关乎钱的问题 是 那我说 为什么会这样的问题出现呢 嗯 会不会有人进过那间房呢 嗯 那接着他也有帮我看过CCTV 是没有的 是没有人进过那间房的 是 是的 还有 有时候 楼下的电视 是会开 嗯 还有他那间房的 那间房的衣柜呢 整晚 是明白白白的 嗯 是的 好 多谢分享 因为少听一些 船上的鬼故 少一些的 是 好 我是想说这件事 好 多谢电话先 好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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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得赌场的地方 又有可能的 那说梁先生 是 这种情况你简直中奖 第一 你赢了这么多钱 第一 第一是赢了这么多钱 第二 而那只鬼又不贪心 没有赢你 大哥 没有赢你 那可能赢钱也多谢他 有可能 那可能是 对 对 其实应该给他一些东西 他告诉你 这间房间有东西 你赢了这么多 你应该赢了一些东西 可能是这样 会是这样 还有这些 有赌场的地方 可能 有人在自杀 跳海 输大了 那些 会的 不出奇 逢是走色才气的地方 灵体是特别多的 一定多的 所以 那就算是好赛 有件这样的事 但是 亦有人说得很对 应该看不到CCTV 你的房间怎么会安装CCTV 门口 他说的是门口 是 走廊一定有CCTV 走廊一定有 房间就不行 对 房间就不行 但是他现在放在里面 看不到的 对不对 你放在里面 就是那个 隔板 你也是 哪里查到 都不是有CCTV 基本上 他现在看的 一定是门口 是门口 就是证明没有人进去 房间里面有CCTV 没可能 其实大家都想 管理层都可能想 也是八卦心理 没错 今晚谢谢师傅 辛苦了 一年一度的超优法事 希望有些朋友 如果感应到祖先的讯息 遲些可以和我们 告诉我们 现在我没关系 收不收到东西 这样的情况 对不对 亦都麻烦了 那天的师傅 我相信他们也做得很辛苦 10点钟开始 做到差不多5点 是的 都是全日 全日 第一个小时 只吃齋 嗯 好 看看 如果有些朋友 或者今年错过了 看看明年 明年 希望可以得到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会这样 祖先知道你有时的念力 仍然觉得是存在的 想起他们的 可能都有一肆安慰 你完全没有想过他们 祖先时刻都要挂念后人 永远都是 永远不变 你拜什么神佛也好 都没有祖先对你感应最快 是 因为我们有血肉的关系 绝对是 所以你有时想一下 看看当天想想 可能都比什么都没有 我觉得会这样 是吧 很多时候你们有起事上来 最快来帮你的 可能人是不知道的 祖先是来帮你求情 可能原本会有事 祖先求了情之后 你又没有事 会是这样的 所以拜祖先是对的 我们中国人的传统 今晚到这里 明晚再见 拜拜 拜拜